由水利兴公司管理的攻略 若果他过期在礼拜六礼拜这两天 都没有对外开放给民众一来坐牌 民众感觉真不方便 为主水利兴公司代表会 在这次的定期会议中 全天来提案要求开放 水利兴公司也怕算对十几月份开始 安排人员在建筑立办开门 方便民众可以前来坐牌做事 过去乡亲那是想在拜六礼拜 来到水利兴公司的六礼拜 要坐牌做生 这些是送家要来办理一礼拜出售 都必须属性来医学公司 民进口已经完才能进行 当年来民众感觉真不方便 代表会也正常接到民众当前 要求在拜六礼拜都能开放给民众 来进行相关製作一台的工作 做一些人在当中 都管理人员是只留电话 留在这里给民众来用电话联络来 但是做生民众来感觉非常不方便 有人有好等的时间会比较久 但现在就由我们本会要求公司 现在从十二月开始 到每年开始都是周六 周六周日都会派这些博物人员 过去自利兴公司 可能因为民进口已经出不少 因此没办法在拜六礼拜博物乡亲 进行六礼拜相关这次就打定属于 现在在自利兴民代表会的既得要求下 自利兴公司也管益顺应民意 进行林秋提供纳古塔 在八六礼拜 也会等有人在班来和部乡亲 本乡的纳古塔呢 过去只有在平常日有安排人员值班 那考量呢 本乡乡民有许多人都是在外地工作 只有假日才有时间能够回乡来祭祖 那所以本乡就考量提供民众更便利 更有质的服务 在乡民代表会的建议之下呢 我们自今年的十二月一日起 安排人员来做假日值班服务 相信说这个平民的促试 有带来我们这些公务员来方便而已 还是说外面的呢 有建议到够好的平民 希望这点呢 也是公司尽有努力的 我们本来有要求 公司做的也非常有钱的配合 一种过年了 自利兴公司顺应民意 在八六礼拜开放给民族输用 是特别受到好评 方便只会当在八六礼拜 最来最来的一般民族 没过在北走一段 我们下期再见